高雄深夜惊喘槍 当时一台轿车因为围停 警方上前盘查 结果驾驶不肯配合还加速逃逸 甚至冲撞附近一辆机车 造成歧视受伤送医 情急之下 远警朝轿车的轮胎开了九枪 不过驾驶还是趁乱逃跑 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全力追起 轿车围停在红线转弯处 巡逻远警见状 认为行机可疑 上前拦查 没想到对方油门一催 加速逃逸 过程中轿车冲撞附近的机车 远警赶紧开枪制止 巨大声响吓坏附近民众 发生在六号深夜 高雄自由路与重庆路口 当时轿车围停又拒检逃逸 甚至冲撞一辆机车 其实被撞受伤 由于当时情况危机 而且轿车完全没停下 三名员警立刻拔枪 总共开了九枪 没想到驾驶还是加速往男子方向逃逸 在逃逸的时候 那我撞到这个路边 骑摩托车的一个骑士 看到他送去受到威胁 我们为了要制止 对着这个嫌犯的车子轮胎开了九枪 那嫌犯趁机就往北逃逸 被撞伤的骑士 幸好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警方随即通知线上警网 展开围捕 也成立专案小组继续追气逃逸车辆 及驾驶 要尽快将人绳之以法 记者庄继维高雄报道